目前臺北市的醫療資源是夠的 因為病房數在增加 從2200增加到2400 第二 空床數現在看起來要超過700 然後到目前為止住院人數沒有突然暴增 大概維持在200上下 所以在這個醫療資源還足夠的狀態下 市政府並沒有打算去改變太多的防疫措施 只要醫療量能還可以撐住的話 我們就繼續保持密切監視 那台大醫院先開這個防疫集門診 明天起是開始試營運 當然是這樣 也沒有必要說一下就投入很多人 我們看有需要的話 台大醫院會迅速增加他的作業容量 所以我們把台大醫院當作我們台北市 整個醫療防線的最後的戰略部隊 後備部隊 那這是什麼篩檢站變成防疫集門診的轉折 是你有去特別要求嗎 這個我沒有特別去交代什麼 反正台大醫院是這樣 該怎麼做他都會怎麼做沒問題 那聽說這邊就是一天的篩檢的名額是不是就400個 一開始400嘛 現在是這樣啦 有需要才增加 沒有需要你弄那麼多幹什麼 所以我相信 以台大醫院的量能他是絕對夠 但是我們會看 因為我們在觀察 到底紅紅什麼到 如果那紅紅還沒到 你沒有在沒有必要就沒有投入 沒有辦法投入 沒有必要投入那麼多人坐在那裡等 所以這個一開始400 我們就觀看那個整個台北市的需要量 再來調整 市長因為就是只有400個相較於北市科 或者是今天在中鎮紀念堂的 大家都覺得差很多 因為他們都已經1000多了 那有人會質疑說是不是市長叫不動台大 那如果這叫擴增的話 台大這邊可以擴增到多少 台大院的擴增是無限量的 這樣還是那樣 打仗有個叫戰略預備部隊留著 然後第一線要開始展開 然後看到立情況變化怎樣 最後才投入最後的預備部隊 那外面質疑說你叫不動台大 不會啦 院長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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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叫不動 我自己都是台大的教授 不要調玻璃間好不好 那問一下就是說 那這個主要在協調是 美市府這邊嗎 還是王碧勝這邊 我不曉得 反正是這樣 我們叫台大開他就會開 他跟我們說他開多少 我們說OK先這樣 這也這樣 實際上要調多少量 我們會透過那個 院長的群組會通知每個醫院 那我跟你講打仗 打仗有戰略戰術戰鬥 那在這種戰術層面 司令官一定要保留最強的一個部隊 做戰略預備部隊 所以我們這個都想好了 我們一開始也沒有叫台大馬上推到第一線 我們先開始佈置 因為是這樣到現在為止 道立全台灣紅紅 你知道 道立會不會出現 還是什麼時候出現 我們還在觀察 因為這幾天好像已經平掉 我現在搞不清楚說 道立是因為PCR量能限制住 所以黑數很多 還是說他真的是 真的是沒有再繼續增加 但是我看了這幾天 你知道我們那個住院的人數 好像也在200上下 沒有再特別增加 所以是這樣啦 這疫情 我們只能按照科學儘量預測 但是也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就變 就變那個 算命雷明那麼準 就這樣 所以結論是這樣啦 我們這個疫情還在變化當中 本來就估計這個禮拜會再紅紅 我們還在觀察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平凡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